莲氏已经等了许久,见孙子谦回来,她给孙子谦倒上了一杯茶。 是我者,夫人事业。 她正好是口渴了,一杯茶下肚非常的舒服。 她开口对莲氏说起了今天的事情。 莲氏带着笑语听着,等她说完。 巧了,今日我也有话与你说。 莲氏就把苏小璐要和她合作的事情说给了孙子谦听。 孙子谦听完,不有感叹。 如果这样的话,就算林夫子遇不到小璐,那要不了多久,也能为瑶瑶买去拔药了。 非也,虽然要不了多久,可夫君忘了,这每一日对林瑶瑶来说都是度日如年,或许她还会做啥事的。 幸好啊,幸好啊,那我们也是幸好啊。 所以啊,咱们要对苏家人很好,凭着良心结交才是,以后交善儿,你定要让她记住。 孙子谦笑着点头,这一点,她当然是全心咫尺。 林平生回到家,就迫不及待地去见女儿,她推开门,见陈氏还在坐着捶泪。 夫人,咱们女儿有救了。 你这样说,难道是孙府肯告诉你神医下落了? 是的,而且还给了药膏过来。 林平生把装满药膏的罐子给陈氏。 你莫不是宽我,怎么会如此恰好有药? 想着,陈氏心里只觉得难受。 林平生只好一一解释缘由给陈氏听。 听到最后,她也明白了,只不过还是被震惊了。 所以,昨日我将他们赶出去,是我错怪他们了。 原来,是我有眼无珠,差点害了女儿性命。 她现在只有庆幸,幸好女儿没事,不然她也原谅不了自己。 幸好,幸好啊。 平复了一下心情。 那,咱们就试用半个月看看,看看有什么效果。 嗯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陈氏看着昏睡的摇摇。 拧开罐子,用手抹了一点淡粉色的药膏,标起袖子擦在手臂的疤痕上面。 见没有任何不适,她才放下心来。 没有刺痛和不舒服,气味也不刺鼻,很滋润清爽,可以放心给女儿用。 林平生点头,那你好好照顾瑶瑶,我去做饭。 我去吧。 哎,我来吧,以前是我太过古本了,今后不会。 我很庆幸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林平生出去了,陈氏流下高兴的泪水。 看着女儿,似乎知道她已经醒来了。 瑶瑶,你再相信一次好不好,这一次一定会好的。